原文在座的书节上一回 话说黄德海的金山财团江河日下 因为虚本没多少年功夫 成了欠债大户受到银行吹逼 老板有感心想 事可杀不可辱 但是一个月之内 如果筹不到这笔钱交付利息的话 那就大事不好了 極动一气之下 很快就找到七十二行外 专门赚快钱 极不正当的那班老板挂上了欧 用手头上最后一次小本钱做最后一搏 正式名符其实成了孤主一宅 走上了特别的船 这种船是正当商人 和政府都习惯叫的财船 叫这类人也叫做财人的称呼 正当商家从来不敢和这类人来往 认为他们是财眉、财眼、财骨头 免得有损自己的威嚴信用 唉 不过今天这位读书多 力来好注重行为举止 离而廉此都注意有名望的大商家王德海 因为钱银突然变得另一种人的心理 现在他自己和几个故宫上了财船 人在海上 心想陆地就容易 要清楚看到陆地就难上难了 现在王德海站在船上 脚踩着很厚的铁船甲板 他初到贵地 成了千条丝万条柳 密密麻麻转来转去 彼此起伏 心想的是多种类 现在眼前看到的 只是一种天空和水 忽然 看见前方的太阳 就快沉没到海底 刚好就沉了一半 还有一半未沉 就在这时 明显觉得现在的阳光 已经不跟刚才那麽明媚可爱 同时觉得海上的八面来风 已经不是刚才那麽柔和可亲 风和日历去了哪里呢? 难道可亲过后 就是可怕吗? 王德海在想 还记得没多久之前 银行的当家人行长 他对自己说 哈哈 你真是有本事 麻烦你多些动用我们银行的钱 你用钱就等于推动了这个世界进步 能够养活很多人 救活了很多人 大商家 多可爱可亲 你们看鲜花美好 送给谁 银行行长 他很高兴激动地说 当然是送给大商家 是吧? 唉 真是一个酸梅两个核 今时不同往日 银行家大概认为 时代以过 鲜花好话不在 往后代替的应该是 恶与臭嘴 还要向国家身上 淋屎尿逼还钱 还有记得的 当我决心 以前握手笑着问 哈哈哈哈 王老板 你是第一次和我们在船上合作 是不是? 突然醒过的王董事长 客气地回答 船长你真是有眼光 口直说话干脆的船长 他自我介绍 他姓江 名叫江河海 四十岁 他现在好像看出王董事长 心中有事 他照舊笑着 用老朋友的口吻 正对董事长说了 哈哈哈哈 我和你大概都是一样 要走富贵险中求的路 不是逼于无奈 又怎会上贼船呢? 哈哈哈哈哈哈 船长的一句话 令到现在很苦闷的王董事长 心感以外 他心里问自己了 什么话? 那王某 真的变成了财 未必 只见爽浪的船长又笑着说了 哈哈哈哈 王老板 其实你我都不算是贼的一份 王董事长就好像愚梦初醒笑着回答 是吗? 那就要敬请船长多多指点了 就在这时 船长也未曾得切答话 说时迟那时快 忽然一个巨大的恶浪 砰 撞到船上 在那里 王董事长是吓了惊 机会达低 但立刻被手急眼快的船长 双手稳妥扶主 眼见巨浪急变 心还未惊 在那里 海时 月亮挂天边 风转海浪道 就好像正确 每晚入黑之前 都会有一次这样的变化 日间和夜间交替之时的特别征兆 明天黎明那时 同样会有这样的征兆变化 尽管放心 王老板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船长一番说话 令到王董事长很感激 拱手作一话 那就多谢船长关照 不用客气 我们公司和贵公司 签了合同 我们就是要保护各客的生命财产 那多谢关心 多谢关心 船长 话虽如此 真是能够保证吗 啊 王董事长说完 两眼望着船长 在等候答复的意思 王董事长现在的心情 似乎好一点点 之后慢慢又向天空张望 忽然发现月亮星星已经出现在天上 这时的船长呢 本来想想着准备解释答复 先投对方担忧的文化 话 还会长篇讲话 现在眼见天黑水黑 远方同样成了一片漆黑 在这个世界 有好多人 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心脏会变得被什么都黑的 哼 对方商家 现在到了此时此地 哪有说不担忧的 于是船长就继续讲了 黄老板 天都黑了 我要去轮机仓检查一下 和看看兄弟 今晚不会有什么风浪 我们又和住一间房 我们吃完饭慢慢再谈 以后有很多事 本人要向黄老板请教 这是我最真话 黄老板就说 船长你严重 严重 我不敢当 船长要离开甲板 两个人一边讲一边行礼 黄老板看着船长一路走开了 消失在黑夜船上之中 光阴的消逝两个时辰已过 什么食饭洗滴 二高一段落 现在在海上世界 更加感到夜深沉 船上同住一间上等房休息的船长 和黄董事长最容易又见面 他们谈了一段 说话转入共同关心的事 只见船长就说了 现在我答复你所关心担心的事 第一 我们这艘船 认真够大 凭我的航海经验 不用怕风浪 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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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可以把你救起 即是说 不用怕天灾 不过 只是怕人祸 本船是由几家公司组成 你黄老板是做走私货物的公司 还有运军火的公司 这些公司属于正行生意的公司 黄董事长听了就失声发笑了 是正行生意? 船长江河海一本正经地说 我不是乱赤大炮的 你听下去 听下去 黄老板你自不然就会明白的 刚才我说的是 走私冲关 偷越国境 卖假货 都算是正当行业 那还有哪种不正当行业呢? 船长江河海 点了一口烟 绝了一口吞云套墓 之后又继续说 我们的船上 还有两家很特别的公司 他们是一本万利的快富公司 听到这样 黄董事长又失声大笑问 哈哈 有这么好赚的赚钱公司吗? 江船长就自由淡定说 当然有了 你猜不猜得到他们做什么? 不过你做不到的 黄董事长说 我连猜都猜不到 哪里做得到一本万利呢? 江河海船长说话 因为要说出秘密 现在即时变成小小声 又变得很低沉才说 他 他们 是海上大盗 他们两个小小声说秘密 说到这里 忽然听见水手掌在门外便叫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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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夜停船 江船长打开薄薄的房间门 即时见到一个 因为晒得多热头 黑黑实实的中年人 站在门口请示 江船长想了一阵便说 我们现在不用补决 这种事你去问苏老大 由他说 这样不关我们的事 水手掌听了便说 好好好 一边认便一边走开去 敲另外一层楼的房间 里面便便问 是谁 外面便说 我是水手掌陈德贵 房门 慢慢打开了 房内 最后居住了三个人 宋老大便便笑着说 哈哈哈哈 桂哥 来来来 请进来坐 哎呀 现在吹什么风 怎么这么错当 水手掌便说 水手掌便便站在门口外面笑着回答 下半夜停航在岛上好吗 船长刚才说过 停停要听你的 没有啊 苏老大便便说 哎呀 船长他这么客气啊 嗯 我看这样吧 现在有时间才到下半夜 哎呀 如果停船 我们一定会提到一个时辰 告诉你们 我们要商量一下 不过如果我们不通知叫停的话 那你就不要停航了 你告诉大副驾驶他们知道 水手掌又是那句话 好好好 应声走远了 宋老大的助手立刻关门 宋老大便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班这样的烂水鹤 嘿 他们只懂得上路冬島 买些便宜货 又顺便去嫖最便宜的妓女 大堆穷鬼水鹤 我们当然知道 停船等于免费嫖妓了 哪里会想出什么好东西来关照我们才行 是不是 宋老大的助手便笑着回答 嘿嘿嘿 老大呀 那两样东西就他们最欢喜 最正的东西来啦 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回头再看这一边 果然不出宋老大所料 现在水手仓里头 有一大群人马 他们个个都很在乎 等候水手掌回答复 众水手和轮机仓的针油公 等一大群人 现在个个眼睛睛看着回来的水手掌 只见现在的水手掌两眼无神 得头得脑 无精打采 走路是脚步浮浮的 唉 众人一看 不用问阿贵 肯定是凶多吉少 想上岸找女人 不如睡觉发梦吧 谁知水手掌就说 咦? 这就未必 接着水手掌陈德贵 就想刚才船长怎么说 蘇老大又怎样说 全部全部都说回给众人知道 不过很快又有识字的人就说了 咦? 那算什么呢? 这就等于一个卡字 谁说得清楚 是上还是下 卡字就是不上不下 蘇老大这个人 做人就认真够绝了 这里头有人骂蘇老大 那边的蘇老大 又对着自己两个助手 在那里讲明道理 不要停航上岸 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小 就失踪公司的大 那班这样的穷鬼 出于战格 离开家有多少天 就想上岸找女人 在旁边的两个助手 也出于好奇要问 苏师傅 穷鬼上岸 对众公司会有什么损失呢? 苏师傅就回答 你们有所不知 那个岛虽然不算很大 不过它早就有万国市场的称呼 地理位置极之重要 所以那里有众多国家的偵探 他们都化妆 扮成做生意的商贩 在暗中盯着 我们不可不知 我们的兄弟里头 有很多是各地犯案类类 有案底的人 万一被认出 或者对本船有所怀疑 那我们就亏大底 很容易带来危险 这个鬼地方 就算船长落命令 叫上岸都不行 总而言之 表面我什么都不说 我知道这条船 我们公司投资最多 就是最大势力 要听我们的 这输老大说话 暂且不说了 再说另一层仓 船长失去头 有人在说话 我个黄董事长 忽然又很弊异地说 哎呀 请问江船长 我的货物很值钱 在海上 会不会有海盗船来抢架 船长就说 嘿不用怕 如果有什么损失 全部由蘇老大他们公司赔偿 黄董事长就问 蘇老大他们 真是这么说信用意气 船长江河海就答 那就是财商合作 同舟共济 你看 各国的海关手军盘查的时候 海盗要靠商家的人 和大量货物掩护过关 如果本船海盗 要靠近其他商船抢劫的时候 同样都要靠有你们这些真正的商人 在船上高 和有堆积如山的货物做掩护 这样才不会引起肥鱼的提防 当我们的商船靠近肥鱼的时候 那些肥鱼明知不妙都走不掉了 唯有眼白白看着全部值钱的东西 全部被我们这些逆商逆拆的特别货钱抢走 那就是互相利用 不是单方依靠 王老板 你是初到本船 总公司 希望各类人马都要真 真差 真相 真正的长期合作 所以 总公司叫我保护你 故事 我要告诉你 日后会看到很多事 和船上高什么事 随时都会发生 不过这种生意 我们各位是有惊无险的 我们要放下心 在海上高 吃得就吃 睡得就睡 最重要 不要有病痛 王老板 我看你身体多好 不用怕 王董事长高兴笑着说 多谢江船长关照 老实说 人同人比 是此一时比一时 我王某也是眼见床头金进 壮事难做人 总之就灵犯天调 莫犯众争 本人因为钱 就逼上梁山落草 我还记得 以前看过一本外国小说 书里头有一句说话 就当我是自作多情 或者说成是嘲笑我 那本书里说 乞衣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最怕入乞衣王国 所以拼命都要上贼船 作命运赌博 不过我不是贼 哈哈哈哈 说完 两个人就哈哈大笑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些说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那 回头再看这一边 果然不出苏老大所料 现在水手舱里头 有一大群人马 他们个个都好在乎 等候水手掌回来答复 中水手和轮机仓的针油工 等一大群人 现在个个眼睛睛 看着回来的水手掌 只见现在的水手掌 就想两眼无神 得头得脑 无精打采 走路 脚步浮浮 哎 众人一看 不用问阿贵 肯定是凶多吉少 想上岸找女人 撿平火 哎 不如睡觉发梦吧 谁知水手掌就说了 哎 那未必 接着水手掌 陈德贵 就想刚才船长怎么说 蘇老大又怎么说 全部全部都说回给众人知道 不过很快又有识字的人就说了 嘻 那算得什么 那就等于一个卡子 哪个说得清楚 是上还是下 卡字就是不上不下 蘇老大这个人 做人就认真够绝了 这里头有人骂蘇老大 那边的蘇老大 又对着自己两个助手 在那里讲明道理 不要停航上岸 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小 就失踪公司的大 那班这样的穷鬼 是最贱格的了 离开家里有多少天 就想上岸找女人 在旁边的两个助手也出于好奇要问 蘇师傅 在那里的相反 在暗中盯着 我们不可不知 我们的兄弟里头 有很多是各地犯案类类 有案底的人 万一被认出 或者对本船有所怀疑 那我们就亏大底 很容易带来危险 这个鬼地方 就算船长落命令 叫上岸都不行 总而知 表面我什么都不说 我知道这条船 我们公司投资最多 就是最大势力 要听我们的 这里 蘇老大说话 暂且不说 再说另一层仓 船长失去 有人在说业 我个王董事长忽然又很弊异地说 哎呀 请问江船长 我的货物很值钱 在海上 会不会有海盗船来抢架 船长就说 嘿不用怕 如果有什么损失 全部由蘇老大他们公司赔偿 王董事长就问 蘇老大他们 真是这么说信用意气吗 船长江河海就答 那就是财商合作 同舟共济 你看 各国的海关手军盘查的时候 海盗要靠商家的人 和大量货物掩护过关 如果本船海盗要靠近其他商船抢劫的时候 同样都要靠有你们这些真正的商人 在船上高 和有堆积如山的货物做掩护 这样才不会引起肥鱼的提防 当我们的商船靠近肥鱼的时候 那些肥鱼明知不妙都走不掉了 唯有眼白白看着全部值钱的东西 全部被我们这些逆商逆拆的特别货钱抢走 那就是互相利用 不是单方依靠 王老板 你是初到本船 总公司希望各类人马都要真 真差 真相 真正的长期合作 所以总公司叫我保护你 故事我要先告诉你 日后会看到很多事 说到船上高什么事 随时都会发生 不过这种生意 我们各位是有惊无险的 我们要放下心 在海上高吃得就吃 睡得就睡 最重要是不要有病痛 王老板 我看你身体挺好 不用怕 王董事长高兴笑着说 多谢江船长关照 老实说 人同人比 是此一时比一时 我王某也是眼见床头金进 壮事难做人 总之就灵犯天调 莫犯众争 本人因为钱 就逼上梁山落草 我还记得 以前看过一本外国小说 书里有一句说话 就当我是自作多情 或者说成是嘲笑我 那本书里说 乞业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最怕入乞业王国 所以拼命都要上拆船 作命运赌博 不过我不是财 哈哈哈哈 说完 两个人就哈哈大笑 笑声刚刚停 又听闻门外边有人敲门了 江船长急急开门 原来是大副驾驶 大副驾驶急急地说 报告船长 前面海上巡来海军 发出登讯 命令我们先慢速 准备停船不准动 接受他们带人马上船检查 江河海船长听了之后 立即笑意全无 皱着眉头自然自语说 撞鬼了 这么快就撞出这种事 那么 钟大副 你快点告诉苏鲁大 一切由他作主 叫他快点出主意 钟大副说声 知道 这两天一直有说有笑 神态很自然的船长 现在神色不安 不再出声了 急急着着衣服 走出了房间 不知去响 这样过了一刻 海上突然有很猛烈的射灯 照射过来 光橙橙 射到这条船 直到日头 原来有三只全副武装的小块船 已经包围着大船 四边全部照射住 正在认真审视外围 大货商船 现在已经全部停止转动了 王董事长一个人在房里头 就有点闷了 拿一杯茶想洗茶喝 忽然间白痰白痰白 有人拍门 王老板有些预感不妥 知不敢怠慢 立刻快快快快打开门 一看 哎呀好可怕 站在面前的是个很威风 右高大的全副武装 手里拿的是闪闪令 烏烏烏烏 能够快速射击的 身色强力短枪的军人 这些军人当中 有一个好像是头目 他只是说了一句说话 请快带齐你的出入关门证据 去船上大厅接受检查 王董事长 旧经商界有着丰富经历 虽然今天遇到这种处境 习惯了逆离顺受的人 立即装出一副很自然的样子 快快脆脆穿好衣服 戴着老板经常用的 轻装名贵牛皮商务手提包 很快到达了第一层大厅 看见人人排好队企 中间站着一个检查官 他开口问 请船方主事人 报告全船人员货物 船长江河海立即快速上前 出示国际航海证 他说 我叫江河海 是本船船长 受总公司委托 专职驾驶本铁船 航行世界各地的 手下配大副一名 轮机长一名 水手长一名 很多副职船员未计算在内 敬请长官审阅各类关闻 检查官好像不多理会 放下手下 各下是船方统领 暂且不问 请叫出全船商务货物统领人出来报告 船长故意不叫苏老大出面 于是立即介绍 他是统领名叫王董事长 王老板立即大方得体 上前行礼 双手拿着公文笑着话 敬请审阅全部货物记录 检查官看完一本又一本 然后就问 嗯 你是金山财团王德海先生 在下正事 你们走出五大洲 四大羊是发本地财为主 还是发羊财为主 王董事长就很诚恳地笑着回答 我们商人为口奔波 尊为他人作嫁衣裳 古往今来都是人离乡贱 物离乡贵 所以要送货物远走他乡 好想赚本地财和羊财 不过往往都是很难 要赚的真是天下第一难 检查官笑着回答 真是有意思 物归人贱 我看你们都很辛苦 不过你们报告的文字 是不是全部真实 如果查出不实 全部人立即要坐牢 你敢不敢帮整船人签字 王董事长就说 我很愿意签字保证 检查官问 为什么愿意签 王董事长回答 我们要做长远生意 商家做人准则是 首发朝夕落 戏功日日休 本船没禁品的 检查官看见面前的货主 相貌堂堂 轻松愉快 对答如流 置疏食礼 分明是个十分诚实的恩商 实属小见 检查官正在看相 又注重官言策息 不过这时在场的那位 夹着在人群中的 名为货主商人 实为海盗头子的骚老大 他对来势凶猛 武器装备精良 队伍又大 为人很仔细 但有宁可捉错 杀错 都不放过的检查官 有几分避忌 看检查官那些特别的眼神 苏老大不由得暗中打了几个烂阵 他心想 这个人 难道就是我苏左童的黑星 这个地方 历来都是三北管的海域 再过一个半时辰的话 我们就到达浪牙滩 那里是没有人居住的海岛 先把我们那堆东西 全部收藏好之后 跟着就会好像武士那样 大摇大摆过所有的关卡 现在也不用再怕 海阔天空任了非 就是我们的好世界 谁知现在最拿命的 是那堆可怕见不到人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我们床底里 现在只要检查官一声命令叫检查 露出那批东西 那我苏左童就命制冻过水了 唉呀 难道今天 就要我出关未成新鲜死 游屎苏某眼泪流满耿啊 现在本船的海盗统领苏左童 越想越惊 不过他说是大财的材料 奸搞有余 他缩在人群里头 幸好没有受到检查官各人的注意 心惊惊的苏左童 成了四厘眼 暗中看着大商家 王董事长 和检查官的一举一动 又见王董事长 左手拿公文 右手拿着自来水笔 在检查官指定的位置上 好欢喜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看来 真是大约是人各有缘了 執行检查的军官 凭他的看相 听言谈 和检查经验 早就认定这位商家 是老实有余的人 商家连说话 都凌是得人喜欢的 商人 他又见过不少了 眼前的商人 就是与众不同 他没有普遍常见的 那些商人固有的漏杂 很多商人 他认为 面前身高企得直的王董事长 有着温良功劍阳的君子容人之道梁 言谈中 又带有礼下于人 而没有所谋良好人品的正直气质 就在这时 另一个检查官副手 他就不像上司那样 靠看相官言察识 他急急走到上司面前 又说了一声 报告 你的船应该要全面检查 这一句话之后 检查官又未见答话 不过他又一次 再上下打量 及看王董事长的面部表情 王董事长就一直自己对自己说 我做生意从来都未犯过法 我带的货物哪有犯法 他的话最骗到自己 碰到胆成了理直气壮 依然是一直说话 声音不变调的王董事长 自然是无事地面带笑容 检查官的眼光 无论从左从右 如何看对方他 都是十分自然正派的人 但是同一时间里头 蟑螂在人群里头的蘇佐童 他就大不相同了 那个军官副手 说要全船检查的一句话 令到他老海里头 立即变化极大 他觉得自己的头发 轰声几乎要爆裂 因为他想得要更加快 蘇佐童现在 他好像已经见到死神 站在他面前 正在动手 拿承索拋在他的头壳顶 先要准确枯伸 然后就会用力 拉他入鬼门关里头 蘇佐童现在 双眼是白多黑小 面如土色 不过没有人看见的 绝望的害怕 已经没有了希望的余地 他又急忙闭上眼 只留一条线那么大小 这种表情 大概是责人闭目等死时候的 那副尊容表情 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事 往往是谁都想不到 现在眼睛不愿意看人 不敢看人 因为怕眼睛 已经看不见人的蘇佐童 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成了一片可怕的空白 这种无眼的人 他的耳朵反而会特别灵 他一直可以清楚听得出 王董事长说话的声音很平和 现在召求是好客气这样说 检察官 好多谢你们的辛勤努作 保护了我们港大民众 本人好远后会有奇 请各位在大海路上多多保重 这番话真是奇 原来为首的检察官 最终坚持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他拒绝了副手提出的 全船检查之后 顺手将一份白纸黑色字的文件 带给王董事长 什么话都没有说到 现在他突然双手举了下 成了一个暗号 中军人就立即明白 现在不是全船检查 而是全体军人要马上紧急集合 因此全船都会听到哨子声响 紧急集合的讯号过了之后 很快有人叫立正口令 向右看齐 向左转 从一开始大声叫着报告 清点人数 各位军人叫出了不多不少 和上船那时一样 准确无误的时候 又有人大叫一声 齐步走 来去快速 训练有数的海上军人检查队 又快快远离了大铁船 分别坐船很快消失在大海上 大铁船又要继续航行 船上的倒霉商家 今天成了不知天有多高 海有多深 初到海上做生意 极其平常心态的王董事长 他就知道习惯礼貌言谈 对什么人都是一样 现在他又回到船长的卧室 黑夜黑水 长夜漫漫 有人已经得了好梦 早就已经睡临了 有一种人能够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 任何姿势 都可以立即睡着的有福之人 呼呼入睡 现在有人听见水手仓 很多人在那里臭骂 骂人声就说 人家产 路冬岛花花世界过了 这都不让我们上去买东西 找人开心 夜深了 骂人声 终归是夜久才雨声绝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些说 肉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天天光大白 船上的人吃完早饭 昨晚的事好像已经忘记了 现在一艘大铁船 要停航在一个海岛的海面上 因为有人命令船长先把船抛锚 因为抛锚 水手仓里头有很多人又在互相打听 只见铃鸡针油公就骂了 哪个短命鬼啊 这个地方连鬼影都没有 偏偏在那里抛锚都有 有人就回答 他说 嘻嘻嘻 离得他这么多 轮机停了 有什么不好呢 不用做事就是过瘾了 啊 那人就反驳了 那就是要我们坐水监 又有另外的人反驳了 喂喂喂 坐水监 我说你也不怕 现在停航停机 过下手印就更好 哈哈哈哈 喂喂喂 上次啊 是你们轮机针油佬做庄的 喂 那这次赌钱 怎么都轮到我们水鹤佬做庄了吧 贏得过瘾 输得心服 总之 天灾人磨 要国安天命就是公道 你们说对不对 对不对 众人就耳口同声笑着说 对不对 对不对 轮流错庄 公平交易 保保没错 又有人埋怨 喊声叹气话 哎呀 一味赌钱有屁用吗 那时候 刚刚在船上甲板 来到众人面前的水手掌 陈德贵他大声笑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早就听说你们 个个都怨天怨地 伸到树叶都落了 哈哈哈哈 怪人之人 说 我们这种人 手上哪个都不可以有钱 那就没事 火船佬他们 只要有些钱 就会即时生痕 错又不是 站又不是 睡又睡不着 哈哈哈哈 身上有些钱 慘过无数 蟲蟻拗身 没有人忍得住 总之呢 又要赌又要嫖 哈哈 等我们的火船佬 都要洗光 吃光 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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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无一物 才会心根 命底去做事 你们 谁敢说 不是啊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 现在路东岛都上不去了 浪牙滩上去都没用 你们开赌先 过足赌印先 那自然就没有上岸的想法了 是不是 有手下人就附和话了 哎呀 桂哥说得对啊 认真对啊 我都说的 不上岸就更好 哎呀 我这几天啊 殺人修心养性 改邪归整 又有一个水壳仔 假裂不明白地问我 喂喂喂 什麽是邪呢 鄰机针油公 立刻用手做了个动作 做代号笑着说 你 你这种事 不就是邪啦 众人听了就是哈哈大笑 刚刚笑完 水手掌忽然间对众人说 咦 你们看 那里有人上岸 水手掌陈德贵 身长颈望着远柱 啊 奇怪了 怎麽他们会独自一班人上岸的呢 人人都说奇怪 没多久还有奇怪的事 船上的水手轮机 除访集工等等 一大堆人马 在那快手快脚 摆开那些赌钱档摊 众人笑口细细 说快去搬兵啦 集中赌本搬上钱 按赌钱的规矩 先照保 把现钱看过是有钱人 先放心接受开撒界赌钱的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接了大富通知 因为要赶朝鲜 船长命令 那个时辰就开船 现在人人 要立即各就各位 唉 唉 众人听了就很无忍 很无奈 同时说一句说话 死产 我耳朵没有听错 哇 变就变了 有些人就骑骑笑 好像恒灾乐 好糟糟糕 好糟糕 嘻嘻嘻 發梦啦 赌钱 又有人说 好与不好 也要立即收贪 中人就无可奈何 没有来心地 将此先摆斥得好好的赌当 又收拾得一干二净 赌钱的事就暂且不提了 再说 可不可以登上浪崖岛的人 包括海盗头子 他们现在个个急急如桑家狗 黄黄如漏网之鱼 奇怪的是 这里荒无人烟的地方 居然又突然有十几个人 早就在那里等候迎接苏老大 苏老大因为受了大惊慌 心惊之鱼 现在一粒声不出 带着船上和岸上多位手下 以及一班干将 托出重力的东西 走去岛上远离看不见水域 有很秘密的地方 他们的秘密所在 当然是无人知晓的巢月 这些人以及这些地方 他们长年累月 能够做些什么呢 谁知道 不过当日有人作诗为证 僑幸过得检查军 狼牙坛上有行人 岛内未见藏猛虎 穷山恶水出刁闻 不想身后报应日 抢光吸血再杀人 再说苏左童一行人 到达了广阔从来没有人能发现的地方 因为这里好吃好住 苏左童又回到自己习惯居住的家里 先是舒适地从头到脚冲了个梁 换回一套软贴身的衣服 再坐在用山藤制作的宽阔的太师椅上 他手拿着烟筒 苏鲁大忽然对手下人说 你们个个快点去 拿山水洗净海上的衰气 再准备吃的东西 手下人一声答应 一帮人就欢欢喜喜 刚刚退了下去 很快就来了管事手下几个人 其中有个叫阿龙的人来到面前 他很客气 又懂礼貌 尊重亲切 高兴地说话 他再在自己身上 拿出火彩 帮没有说话的苏左童 点着土烟 笑笑口话 大哥 回来了 那我报告大哥先 自从你们去醒去 接生意没几多天 我们王国里头 突然一场病 死了二十几个人 苏左和听左就急忙问 什么 死了二十几人 是哪些人来 嘿嘿 不是我们的兄弟 那些死的 全部都是捉来的山路 哦 苏左和听左才放心 小笑 由一边叹口气话 哎呀 阿龙呀 我要告诉你先 叫他们一个一个记住 以后凡是死了人 一轮不准再丢落海里 要山路滑山坑 丢死人下去 拿那些泥价 多省事又简单 我要告诉你们 最近这一带的三不管大海 变化很大 现在失惊无神 有了很多不知道各籍的巡逻队 他们的人和武器 也确实很厉害 那些武器看来 是专专与我们这行人过不去的 我真是闭蚁日后 我们的买卖会很难过得好日子 你们来看这次 我们两手空空又几乎回不来 这次也算是好拓蚁又有神灵保佑 幸好厉害的检察官 被那个狐狸狐逃 又开心的一个不知死活的大商家 胡说话说了很多废话 那个商家很有口才 他竟然说得头头是到 令到那个检察官的压头 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商家 还以为全船的东西 都是他个人所有 所以那个军官一挥手 就什么都没有查到 哎呀 认真是同舟共济 令到我们成了有惊无险 唉 不过可惜 两手空空的回来 唉 现在说两手都空 蘇佐童就立刻放下烟筒 两手一摊 表示损失甚大 有点难过 站在旁边聪明的阿龙就笑着 他回答了 大哥你红福齐天 大哥你以前也说过了 只要留得青山寨 今后 什么都不怕没柴火烧 对不对 这时的阿龙突然拿手指 你刻下了自己的头 好像有事想通了之后才认真说话 哎呀 大哥呀 那个和你同船的大商家 这一次呢 只算他命大了 我敢说 他的命和钱 迟早都会是我们的碗中餐 哎呀 阿龙一番好振作 又好听的恭维说话 果然博得一直不开心的苏大哥 现在开心一点点 又笑得出声 当晚 苏佐童的例牌 又和德力手下 和主要管事的人 要饮酒食欲兼饮事 苏佐童的手下 有三个德力的兄弟 分别叫做龙虎跑 他们分头管理山寨的各种事务 寨主苏佐童外出的时候 寨内的大小事务 都由阿龙一个人划事 现在身材高大 两耳贴面 鼻梁下陷 两眼外凸 凶恶的阿龙 他分明是生得一副丑陋相 嘿嘿 不过他会做事 头脑转得快 懂得说话 胆大心势的财阿龙 他现在倒满了一杯酒 走到苏佐童的面前 面对着众人就说 喂喂喂喂 大哥外出了三个多月 是专门为我们的柴米油盐 摘到各个大省里 辛苦跟踪 勾引肥鱼 找生意的 我们在一起的弟兄 日夜都在盼望大哥 早点回来 带我们出去撈世界 我们要多谢大哥 当家人的辛苦 当家人是功劳最大 我们众兄弟 敬大哥 入杯 来 山寨里的财二哥 现在对走一呼 众财人急忙应 人人都大声叫好 因为现在是敬走 立即成了中财并立 每个人都面对面笑 人有人样 财有财伤 山大王苏佐童的掌相 和阿龙同样是恶财 但大不相同 阿龙是撻臂梁的 苏佐童的臂梁 凸起成了一个勾牆形 形状就像鹰嘴那样的鼻 这个刹头又是天生一双鱷鱼眼加上鹰鼻 这种人的相书里有云 鱷鱷鱷每当靠到捕食的动物和食人的时候 它两只眼能够保持得很自然 又会装成视而不见 平静到不会有任何表情的样子 不过当凶残的鱷鱷 一直将小动物或者人突然快速一口咬住的时候 它立即又会慢慢沉到水底下 咬死猎物 开始照顺吞下土 才会闪一下眼 从前有人留心观察 仔细认真看鹰鱷的眼神 才知道鹰鱷的个性 是远比豺狼阴险 兼着天生更加凶残的东西 现在要论相格 所谓相从心生 这种心 就隐藏着的所有东西 都是凶残 别无他物 现在的苏左童 虽然很高兴 和兄弟都大笑对饮 不过他凶狠的眼神 又带着阴心恐怖的残忍本相 细心看下 照旧是掩盖不住 自然会外露 闲话休蹄 没必要论那么多责人的相貌 转头再说 那位为钱成了机不择食 方不择路 大铁船上的黄董事长 他正急于 要将船开去做生意赚快钱的地方 人离乡战 出外到了最好的地方 都不如在故地的 这一点道理是人都知道 但是物离乡能贵 有望得钱应急 有些人说 如果没钱 就算天天在那里 又会有什么用 古人祖说过 不管在哪里 就算蹲在家乡 躲在家里 如果床头金进 照够是装士无颜 本来很有面子的黄董事长 现在就成了狼狈相 大铁船 现在停泊在一座自由城市 今天黄董事长 他灵机一动 马上派出了三个伙计 他们每个人 托了一件 好像半边床板那么大 很薄的 用触灭制成的轻型招牌 上面就拿白纸贴 写着有 皮隔一万愉快 及其他抢手货一批 加合者得 货船停泊在龙母庙头 第五号船 货主姓王 现在那三个好听话 他说伙计已经分工分路 好像马不停蹄 在大城里走着 肩膀上扔着招牌 一只手扶着招牌 两眼向前看 两只脚不停地走 勤力的伙计 另一只手 会不快不慢地 摇响震意的小同龄钟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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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董事長現在開口笑得見顏不見眼,果然是物理香貴,一點都不假。 當日黃董事長收到了一大堆鈔票,生意憂患的人更聰明,才不可以太露眼。 黃董事長要一天扔兩次,不怕麻煩,將賣貨得來的現鈔全部拿去銀行存起來,回回大省。 到時就由自己收回。 五天過後,所有的貨物全部賣清光。 物理香貴真是好極。 這裡買貨的人心裡說,那些東西很便宜,很划賣。 賣貨的人心就說,我賣得很貴,好價錢,我賺了大錢。 買賣雙方都感激不盡,笑口常開。 現在旗開得勝的黃董事長,心裡頭打定主意,去想, 本小利大的好買賣,一年扔幾轉,好過開學校,本大利小,好賺好賺。 開心的黃老闆當日就告訴船長,明天開船回去大省。 黃董事長當晚就拿出一大包鈔票,豪賞三軍,令到船上所有的人即時得到好處。 很快,船長到處聽見有人開口嘻嘻笑說, 哎呀,黃老闆是好人中的大好人,就等於特大的大好人啊。 乘風破浪的大鐵船,走了幾天,這晚就到達大省。 黃老闆急急回到家裡,首先是拿出遠方帶回來獻上當地最名貴特產給夫人梅珍。 夫人是不是很開心呢?又有人說,小別姓新婚,到底有多少真實? 當晚夫妻二人又有多少情話要說,就沒有人知曉了。 不過將來早上很高興,歷來最尊重夫人出名的黃老闆。 和夫人一起去了大東門,大酒家,貴賓廳到喝酒茶。 沒多久,又見夫妻雙雙去大銀行。 高興的黃老闆提出,將巨款補回大銀行,清還錢債。 一路上都高興的黃董事長,這時候又心感奇怪。 昨晚到現在,自己的夫人只是說過一句話。 不要太開心。 不過黃老闆深知,夫人任何時候都不會高興。 不高興的時候,什麼話都說得出。 故事就聽完就算了。 那到底會有什麼事呢? 但是奇怪的是,果然未夠一個時辰。 在銀行裏頭,一直很高興,好像有錢的黃老闆,突然面色大扁。 看見雙腳發軟,幾乎就躺在地上來。 奇怪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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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